一经中的大序卦告诉我们 要想成就事业 实现人生大乐 不仅需要积累足够的财富 更需要修炼良好的德性 而修炼德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还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大序卦的每一窑 那么大序卦的六个窑 又给我们哪些具体的启示呢 我们又该怎样运用其中的道理 赢得事业的发展 求得内心的安宁 从而享受到真正的大序之乐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将严明我们一起感悟 一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 甚时尽重 我们把大序跟小序 这两个卦仔细来比较一下 为什么封天它只是小序 而三天就可以大序呢 你就很容易从卦形去体会到 封天它总共只有一个阴窑 就表示它所能除序东西的空间并不大 而大序呢 它是三天 它有两个窑是阴的 就表示它能够除序的空间 比小序大得多 你广从这里就大概可以了解一些 一个人 你的度量有多狂 你的事业就有多大 当年刘备辛辛苦苦 把口名请下山来 那我要打仗了 因为潮兵要来打了吗 刘备是有点紧张 你靠不靠得住啊 你年纪只有我的一半啊 你又没有作战的经验 那又怎么办呢 口名只讲一句话 你给我多大的信任度 我就给你多大的表现 你跟口名讲了以后 刘备没有觉得他夸大其词 没有 好 然后二话不说 就把代表权力的硬性跟贱 拿出来 用行动来告诉口名说 我百分之百相信你 你就做主 你就当家好了 口名有的那个东西 他就开始把它平常 从小到二十七岁 所储蓄的那些东西 一下子就把它展现出来 那也叫大趣 你没有那个分量 你没有那个能耐 你没有那个财力 你没有足够的资源 那你只能空想而已 你是行不了的 可是大趣 它是要靠一步一步 除去起来的 我们可以把上挂跟下挂 分成两段来看 上挂是三 三的作用是什么 是人除 三它最起码有那个大的空间 可以除东西 叫人除 而天呢 是所除 山所除序的东西 有天那么大 那当然叫大序 所以下挂 它的特性是什么 就是你会冲 但是你要自己 要节制 不要冲过头了 一冲过头了 可能连山都被你冲破了 你看有很多很能干的干部 他表现到最后老板受不了了 那就冲过头了 那你就到山外去发展 太多这样的案例 你要表现 你要表现到上面那个山 容纳得了你 你才能持久 一下把山都冲破了 太能干 了不起 我这个庙太小 容不了你 请你 立某高救吧 那就不叫大序 可是有很多人是这样的结局 所以我们看初九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一开始就说 有利 利语 有利 就是你是有危险的 利就是危险 利语 他告诉我们 既然整个的挂 都有指的意思 就是不管你怎么刚见 你都要适可而止 因为初九 它是什么 它是整个下潜的一个推动力 三个窑在一起 要动的时候 是下面要启动 是靠底下 上来 然后整体的完全走 所以一阳来附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一阳来附 就是大取 挂的初九 那不是很好吗 又单位 又阳刚 又适合目前的需要 拼啊 就去啊 那就糟糕了 老板很相信我 我们这个企业如热中天 而我们的市场很广 我们资金很够 冲啊 一下不要冲到哪里去 所以为什么老是告诉你要止 因为整个的大序 它就是要当止则止 而你底下每个冲的人 都要自己约书自己 所以这里的初九 它最好想到 潜荣勿用 就对了 所以为什么始终离不开钱挂 潜荣勿用 我很有冲劲 我很有实力 上级又相信我 我得到机会 那我当然也好好表现一下 可是你表现一下 表现大家都害怕 都吓死了 因为这个人控制不住嘛 那还得了 你当初要知道啊 你什么条件都有 但是你的地位是很危险的 所以一开始告诉你 有力 有力就是说 你在这个情况 你会朝这个方面想 你要想到潜荣勿用 先自己把自己续集好 这就对了 所以一个人呢 不管你有多大的才干 不管你有多丰富的经验 你刚刚开始 在初九窑的时候 多听 多问 多想 第一步 就把它做好 然后再慢慢求发展 你就会大序 所以小相传说得非常清楚 为什么这么好的人 处于这么好的地位 又有这么好的环境 他会有力 而且要利语 就是说你不利语 你就危险 初九窑 可贵 在知道自己人为原亲 不要冒昧 不要冲动 不要唐吐 不要让人家感觉 很幼稚 很冒冒实实的 不犯灾也 你看什么前度问一问 那你怎么会犯灾 所以初九窑告诉我们 一个人要生死 还要自重 你要看得中你自己 看得中你自己 不要乱动 你看一个很好的厨师 刚刚到一个餐厅去 他要问问 我们在餐厅走的是什么路线 平常客人的胃口怎么样 你总要问问 哎呀我这个多久的厨师 然后弄出来 一两天就把老客户跑光了 那你在人干眼里 你是破坏者 当环境到好 当你本能条件很够 你越要小心谨秤 因为这是大剧的开始 基础一定要稳固 所以你不要看这些文字 什么有利 利己 不犯灾也 他告诉你 做人要胜死 要自重 既然人家那么看得起你 你就不要跟自己开玩笑 那就非常清楚了 所传约 顺事而尽忠 忠也不困 大虚华的初九窑告诉我们 当一个人来到一个新的环境 一定要认清自己的能力和地位 注意审时度势 凡事小心谨慎 这样它会使事情变得对自己有利 而大虚华的九二窑 对此又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 那么这一窑又蕴含着哪些 值得我们借鉴的人生智慧呢 九二呢 九二叫做鱼托腹 鱼呢 鱼就是车子 易经里面这个说啊 经常是念托 因为它本来就是脱离的意思 腹是什么 腹就是车子那个转轴 你看车子 车体跟轮子 它咬一咬 跟转轴 那个轮子它动得了 一步车子 那个转轴脱离的 请问你 你怎么办 赶快逃下来 那逃下那车子怎么办 有时候你无法逃的 我们用现代话来讲 当你从山坡地开车下来的时候 你就会试试刹车淋不淋 意思糟糕了 刹车不淋了 你怎么办 你能够去车而逃吗 那个车子这样下去 它有重力加速度 最后不需要破坏什么东西 还是你要负责的 你逃得掉 停又停不住 走又很危险 逃又逃不掉 来讲 当环境大好的时候 你才有这种问题 平常你哪里有这种问题 你有没有车 你用不着担心 它轮子会怎么样 你什么都用担心 日子最好过了 现在没有 你有车子 你有机会 到山上去办点事 甚至去观光 好愉快 可是车子不听你的话 偏偏是下坡 偏偏 这天下是无巧不成书的 踩了一下 糟糕 再踩一下 不灵 那很简单 那就开始 就往那个富泊栏那边轻轻地船 不能船中 船中连车子掉下来 轻轻船一下 然后再回来 再轻轻船一下再回来 只有这样慢慢地下来 你还是要走 你还是要动 你不能停 告诉我们什么 一个人 当你到了第二阶段的时候 你千万记住 可进 则进 不可进 就要退 你要自己懂得控制你自己 它跟上面有没有印 有印 因为九二跟六五 一阴一阳 它是相应的 你会发现 就是上面有人赏识你 上面有人提拔你 你才会更放心去做 但是往往就出问题了 为什么我们说 老板的儿子 他比较容易出事 就是他挡大万为 我爸爸是老板 你又怎么样 那就出事了 人家那个没有靠山的 跟老板没有亲戚关系 他就小心翼翼 他就不会出事了 鱼托腹 鱼托腹就三个字而已 那为什么鱼托腹呢 中午油也 就是幸好 就是幸好 他的位置 是在下挂的当中那一摇 液筋里面反正是居中 多半都是好的 没有错 可是呢 他不应该冲得太快 因为有很多那种事情 是预料不到的 上面的交代 你有问题 就回报 他就很烦 那你大小时进入法国 那你做什么事 上面的交代 你完完全全让他去做 你就很糟糕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你的车子是刹车不停的 他怎么知道 只有你知道 因为那是突发的 临时的 事先谁都不知道的 所以你就知道了 上面交代我的事情 我只有自己去克服难题 我也不能跟他讲 但是难题 提示我 我要去面对 你有这种态度 不是完全听他 也不是不听他 都不是 而是我听他的 但是我会面对现实 做合理的调整 做因应的措施 这样就无悔无有 还有什么后悔的 还有什么好愿有的 没有 那老爸问你 怎么样 你说还好还好 他就知道了 你千万不要讲一大堆 你讲一大堆干什么 那他先想 难道我要担保你 车子刹车灵光吗 所以有时候该讲的话 一句不可少 不该讲的话 一句不可多 第一是高难度的 大虚刮的九二窑 用车子与轮轴的关系 九三可能就更糟糕了 因为三本来就多凶嘛 你去看钱挂 钱挂的九三也是 白天晚上都是紧紧张张的 因为你的位置 慢慢高起来 你的责任越来越重 所以他用什么 用那个马来形容 两马足 两马足你看像好的马一样 自然会跑得很快 可是他马上提醒你 立坚针 立坚针就是说 你不要认为你跑得很快 现在很顺手 经过几次的考验 你知道你这个车子是杀得住的 你自己有把握了 越贤与味 越就是什么 越就是叫做 贤是贤习 就是很熟悉的 来还为你自己 一个人越熟悉 越容易出事情 你看伸手 他会觉得我是伸手 不要小心 我这做多少次的 然后就大义是荆州 阴沟里翻船 那都是老手才会这样的 因为太熟了 所以你就不顶替了 你就不知道保护你自己 但是他告诉你 利益有忧望 为什么利益有忧望呢 他这个意思就告诉你 你现在有经验了 你现在能力也充实了 你是可以好好放手去做的 可是你要记住 你是坚增 对你是有利的 一个是说不要怕困难 有困难你应该很高兴 说这个又是我好机会 可以多增加一点经验 然后不管怎么样子 我手顿到 不受外界任何的威胁利诱 我呢 不断地要熟悉我的业务 我不断地要改善 我以前的缺失 那当然利益有忧望 可见这个利益有忧望 是有一大堆条件 我不看小象 利益有忧望 上河至也 就是他跟上面 自同道合 你看九三跟上九都是阳 是不相应的 怎么会自同道合呢 就是因为在德性方面 他们是同道 都是走上阳光大道 我这里特别提醒各位 就是说 有时候阴阳 它相应比较好 有时候同样是阴 它反而是同道 同样是阳 它反而是同道 这是有变化的 我跟他格格不入 可是因为我的锦衬 因为我尽量去体会他的心意 你看上河至 就是我把他当作同志 就算他看不顺利益 就算他看不顺眼 我也要让他看得顺眼 就算他整我 我会当作没有这回事一样 本来他对我不好的 我要变化的 让他对我好 这就叫上河至 自同道合 同序负面 这是九三瑶给我们的启示 古语道 善有者逆 善欺者多 咱们往往因为熟悉而大义 往往应开始顺利 而后失去警惕 这也往往会招致 本不该有的灾祸 而我们如果能够谨言慎行 修炼德性 反而会实现 志同道合的大好局面 要形成这样的好局面 对于一个单位来说 就需要留住人才 促进新人的成长 那么大虚卦的六四瑶 又给了我们怎样的建议呢 你看六四他用什么来形容 他用铜牛 铜牛之骨 骨是什么 骨就是夹在牛脚上面 来防止他去伤人的 那种横的木头 就叫骨 这个小牛 他不太知道 他的脚会伤害人 他不太知道 成年的牛他知道 我的脚会伤人 所以他不轻易去伤人 那铜牛不是 铜牛他又会穿过来 又会穿过去 其实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看到 他有那种本性 我们就应该怎么样 应该绑一个横木头 那他怎么穿 那个脚不会穿到人 不会去伤害到别的东西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说六四 你看六四一般在公司里面 他就已经是部门经理了 部门经理对新来的人 你要跟他辅导 你再能干 你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 我们这家公司的状况怎么样 你自己适当的表现 你才会待得长久 这是他的责任 就等于在那个小牛 很会乱赚的时候 给他适当的 加上一个保护的东西 这叫什么 原籍 这样就能够大吉大利了 那当然是有喜 你有什么喜呢 就是说你能够把人才好好留住 我们好不容易把人才留住 然后让他不能适应 然后很快又走了 那公司损失太大了 那怎么能大序呢 大序不但要除财 而且要除人 因为你事情做得又大的时候 你又需要很好的人才 而经理呢 有这个责任 经理的职责 就是说我们好不容易 请了一个能干的心境人员 我们要辅导他 这个叫做职钱的辅导 职钱辅导 让他充分了解他应该怎么做 他一开始跟大家处得好 就叫做胜死自重 然后他往后日子就比较好过 他往后日子好过 对公司是有帮助 对公司有帮助 对整体的社会 是有利益的 这条大序 作为单位的基层领导 需要随时注意 对新人的照顾和培养 而作为单位的高层 则应当注重 对手下干部们的合理调教 这样才可能 既留住真正的人才 又不至于使其体的利益 受到损害 那么大序挂的六五窑 对此又做出了怎样的暗示呢 六五呢 六五他用猪来做比喻 焚死之牙 死就是猪 焚死是什么 是淹过的那个猪 那为什么会淹 那一定是公猪嘛 因为公猪比较凶猛啊 他会往后把它淹割掉 使他不凶猛 所以他的牙就不会去攻击别人 他就比较驯服 这才是吉祥 你看六五是什么 是总经理的 六五在公司里面是总经理的 他知道 我这个干部里面 特别是班组长 他也凶 就跟那个没有阉割的公猪一样 到处闯祸 他是好意 他不是坏意 可是我如果不把它转化的话 要么他走 要么我垮 所以他就想办法 让他凶猛的性 慢慢地除掉 就算他还是有牙 但是大家都不会怕他 因为他不能闯祸 其实讲起来很简单 因为什么 因为越好的工 你越是拉不动 你跟您把一个工 轻轻就拉不动 这个工根本就设不远了 就设得远 你哪个工 怎么那么沉 然后拉不动 拉不动才是好工 当老板的人 当主管的人 你一定要知道 人才都是不好用的 人才都是有个性的 他凭什么有个性 就是他有才的人 他有才的人 因为有个性 那这个人更可怕 他一定把你干掉的 所以很多事情 你真正了解 你就知道他有个性 我就是欣赏的个性 其实心里知道 我比他嫌 就是我没有他这种个性 要不然我什么都不如他 那你就心平气和 难用的人 今后才会变成 你最有帮助的一个干部 很温顺 样样都听话 每件事情都等待你的命令 你迟早被他脱口 所以他看到那个公主 那么厉害 他不会把他杀掉 但是他会阉割他的 让他那种凶猛的性 撕掉 撕掉以后 他就跟着他处得好 他什么 有庆也 有庆就是说 他能够有办法 把这种好的人才 留下来 又不会闯祸 那当然是公司的 可喜可贺的事情 大序挂的六五窑 以形象的比喻告诉我们 如何对待手下 个性十足的干部 从而使其发挥出 阴柔的长途 那么当人才留住了 事业蓬勃发展了 作为单位领导 是当以怎样的心态 去追求更高层次的 大序之乐呢 大序挂的上九窑 又提醒我们 注意些什么呢 那最后看上九 赫天之取 赫 赫就是你要复赫 你要复赫什么样的重任 因为你在大序 这种情况当中 你是最上面的人 你是大老 你要使得他 四通八达 这个路 都要整个通出来 所以叫做什么 叫做渠 这个渠就是大路 而赫天就是通天 通天就是四通八达 四通八达的路 每一个人在我这里 都可以走得通 没有人受到压制 没有人受到委屈 但是每一个人 都要自己管好自己 你要自重 君子要自重 那你看看 很快就大序 我们最要紧的 把自己的品德 一步一步的 把它序集起来 最要紧你的内心 要很安 安是人生 共同的需求 但是很多人 没有几种注意 就好像空气 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可是你说 什么最重要 从来没有人 把空气写出来 没有 品德修养 才是每个人 共同的必须要 因为它会使你安 或者不安 你看一个不安的人 我们叫做坎坷不安 坎坷不安 就是因为做了坏事 因为偷了人家东西 因为假冒了人家东西 因为什么 心理不安 心理不安 是最大的惩罚 那个比法律 比抓去做的还严重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慢慢从这个大序话 可以感觉得出来 唯一能够让你可惩可求的 就是什么 我这个人问心无愧 别人听到我讲话 总会觉得 你不会乱讲 我跟人家保证 跟什么东西 人家会觉得 你值得信任 那就好了吗 还要怎么样 你看孔子一辈子 没有当过大官 他从来没有觉得 有梦最美 从来没有 孔子一生没有发过大财 没有 他的学生比他有钱 他也不嫉妒 他比如说 你比我有钱 你拿点给我花花吧 没有 孔子他就是什么 就是只问根源 从来不问收获 就是五万挂做到的 他就大序 所以一个人要从五万挂去扎根 你才有可能大序 否则只是 我们今天叫做泡沫 泡沫吹得很好看 一下垮了 垮了最难受的不是别人 因为别人老早已经把你忘记了 最难受是你自己 这个不要关心 因为老天创造这么一个情境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一步一步的了解 伦理道德才是最长久 才是最可靠 然后你好好从这方面去充实起来 你就会一辈子都快乐 那一个人要培养自己的品德 最要紧要把这个臭皮囊要顾住 你臭皮囊都没有 你有什么品德呢 你看我们很遗憾就是 沿回早死 连孔子都说 哎呀他怎么那么早死啊 太可惜了 就这个道理 所以已经在大趣挂后面安排的一个叫做养生之道 就是义挂 你要把身体养好 我们下次就要来讲义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